主席想要請教一下 就是說 呃 禮拜天跟韓市長見面 那見面的時候有聊到什麼樣的題目嗎 是不是關於藍白河 我跟你講喔 我跟韓國瑜啦齁 就算在不同的政黨啦 不同的陣營喔 但是畢竟還是朋友嘛 所以我也很多年沒有看到他們 所以有時候就見面聊聊天 而且本來很早就有約他了 但是後來他出國 後來變成我出國 所以最近才好不容易有機會可以見面 那你說聊什麼 東聊西聊的 朋友聊天什麼都聊 從那個中美國際局勢一直談 談到哪裡都有 什麼都有談到 有特別談到就是藍白合作部分嗎 因為韓市長好像是要來當這個藍白河的統庫嗎 有特別聊到這一塊嗎 他當然是希望說再也可以合作 那我就問他那怎麼合作 市長那你有跟他提到就是整合式民調的問題嗎 那他怎麼看這件事情 那你怎麼看 因為出利潤要找他當副主席 是不是也是要給他一個位子跟一個正當性來撮合藍白 這個我就不曉得 因為他沒有跟我提到說 朱立倫要找他當副主席的事 那其實我跟你講喔 其實我覺得是這樣啦 人活在世界上喔 不要想太多 有時候還是有朋友交情啦 就算不同的陣營還是有 所以為什麼你們 你們一定要想到說 這個誰跟誰見面一定要談什麼東西啊 這很奇怪 好 今天是宜萱 可是您才剛跟那個韓市長見完面 然後就傳出說就是他要來邀他來當副主席 甚至是今天朱立倫要跟韓國瑜來見面 那你會覺得說現在是各方都要搶韓國瑜這張牌嗎 我不曉得 不過跟他見面是這樣 還是那句話吧 複雜的世界喔 用簡單的心靈去面對這樣 這是我的做法啦 別人怎麼做我是不曉得 民視必鄉 想問一下 就是今天蔡英文在支持的時候 外界發現你拍手拍得非常少 那是不是對她的支持有什麼意見 這個我明明坐在第二排 你知道 我就算拍手你也看不到啦 所以 所以像這個就是 那個就太惡意解讀啦 那怎麼會 不是 因為還有他就是520 任期直到520的時候 就有被拍到說你拍得最大力這樣 我不是講過嗎 我是坐在第二排 要拿到上面來拍你們才看得到 下面拍你怎麼看得到 這真奇怪 像這種 我就說不了媒體這種報導 好 台視屬強 那你跟您請教一下 你怎麼看總統國際網告說 他說希望這個維持現狀是兩岸最大公約數 然後藉此來跟北京展開對話 你怎麼看他的說法 這本來就是這樣 我們內心在滴滴咕咕的是 按你說維持現狀就是守護台灣 我們說維持現狀就變成中共同路人 好 主席想再問一下 就是剛剛講到國慶嘛 那今天好像跟宋楚瑜主席沒有什麼太多的互動 也沒有交集 也沒有交談 那今天剛好宋楚瑜主席他有講說 不要太相信民調 他自己就被國民黨的假民調做調過 國民黨的假民調 我不曉得 因為我中間還隔了一個時代力量 我沒辦法 沒辦法跳過那個椅子去跟他講什麼 中間隔一個人 所以沒有什麼機會可以交談 那主席想再問一下 就是現在這個國民黨還沒有答應要比民調嘛 不過他們現在就率先要派出金普通跟黃建廷來談 那是不是在他們還沒答應要比民調之前 是不可能跟他們來談嗎 其實這樣啦 我也知道他們的策略 他們的策略就是說 能拖就拖嘛 他們認為說只要拖到11月 他們小溪扛母基 他民調就會上來 其實這樣啦 但是他們忘記一件事情 其實台灣的人民是有自主性 絕對不是說 喔 政黨主席說轉彎 全黨就跟著轉彎 或是你的支持者就全部轉彎 所以這有時候是一廂情願 那他在講說什麼 他派兩個人 我說可以啦 那我們就派黃珊珊跟那個周宇秀 那見面就先討論 先來辦三場政策辯論 你知道什麼什麼 一個六個都搞不清楚嘛 我們來三場證監辯 然後再來就比民調 這樣就好了 我猜他一定 一定七拖八拖的 市長兩個問題來跟您做追問 一個是關於總統文告的部分 你自己聽完之後有沒有最認同跟不認同的地方 那第二個問題是您怎麼看郭台銘說 馬上就要撥雲見日 好像在暗示在野的整合有一些契機在 那個總統文告大概翻了一下 那個在最後一段 蔡英文總統說 他的任期在明年520結束 但是國家會繼續走下去 這個就對啦 就是說其實我們都不應該說什麼2024以後不干他的事 或者是說我只是來當四年總統的 不是來當十年的 我這種態度就不對 所以台灣應該永續發展 這是我認同的部分 至於其他有一些數字你知道齁 有時候叫吐槽 你知道 像那個社會住宅說2024年會20萬戶 我就不想 我每次講說 我每次看到那個題目就說齁 不要講一大堆 問兩個問題就好 以開工幾戶 以完工幾戶 我都不想那個20萬戶是怎麼做出來的 至於說財政紀律 那個更不用講嘛 那個什麼財政穩健 明明就負債累累 那個特別預算常態化 我昨天在記者會才特別講 我們不可以讓特別預算常態化 所以不管是社會住宅啦 財政啦 甚至這種 什麼 老實講 我最怕那個獨裁者喊團結 這個獨裁者喊團結 我最害怕 那個不聽話 馬上就往軍出征 什麼的 不然是這樣啦 那個 台灣應該永續發展啦 其他就看一看 主席 您這邊有跟這個韓國瑜市長見到面 但侯友宇市長這邊 他說他打電話給你 你都沒有接 那是覺得不需要親自來講電話 透過幕僚談就好了嗎 那 韓國瑜市長對你來說算朋友嗎 對啦 其實也沒什麼問題 我只是說 欸 要談什麼嘛 這個 有時候 爸 不要為了打電話就打電話 你到底要講什麼嘛 你是要問一下 要講一下 我想再追問一下 就是宋楚瑜他今天講的是 就是他2000年國慶和的時候 被國民黨的那個假民調做掉 所以他就是變成不能跟國民黨一起參選 那他是不是在就是警告你說 不要跟國民黨這樣合作 這個 很多 親民黨的朋友 包括坐在旁邊的黃珊珊 常常都會提到這一點 國慶和的結果就是親民黨不見了 所以這個深以為戒 不過是這樣啦 我是這樣啦 我還是醫生性格 我們常常就不要一開始就把別人當作懷人 雖然有時候你都明明知道他在想什麼 但是我倒覺得說 好啊 你給我 儘量啦 儘量 看你要幹什麼 但是這樣啦 我們還是希望台灣可以變好嘛 好 還有媒體朋友有問題嗎 中天 主席要問一下就是說 因為現在中國那邊宣佈這個貿易壁壘調查 要延後到大選後一天 那主席怎麼看他們這樣的決定 就是這樣啦 就是這樣啦 當年埃可華的確有大陸讓利的部分啦 因為他 我們輸往大陸 免稅的項目 絕對比他輸往台灣免稅的項目 那他過去基於政治上的理由 有在經濟上讓步嘛 那現在如果他想說 哇 你都 我讓利 啊你也 關係也沒有改善了 所以 這倒是我們真的要去 要去嚴肅思考 其實大家都太一廂情願啦 還是一樣 那個自由貿易協定 你知道 你不要約簽了 就從此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 那個當國外的產品你知道 可以免稅進入台灣的時候 其實對本國產業會衝擊蠻大的 所以沒有想像的 你不能只能想到好處 要想到壞處 其實埃可華過去的確是讓利 當然現在跟他關係不好他就 他就不願意讓利了 就這樣 好 明示必詳 不好意思主席想再請問一下 因為你之前說過好幾次 會以民眾黨總統參選的身份參選到底 但是現在又不斷向藍營招手來藍白河 那萬一真的輸掉的話 或是被整合掉的話 那是不是說法會前後有點矛盾 不然我們是以總統的身份參選 在過程當中如果有人要來比賽 我們還是可以開放 但是我覺得是這樣 這個 自從我說要比民調 我看現在公民黨也抖起來了 然後就開始偷字節 沒關係 沒關係 我要比民調 看你要怎麼比 台市 你之前有說過啊 就是比完民調之後啊 就是輸的人對副手 有一個建議的權利 那如果是假設啦 假設今天您有輸的可能 那你會接受當副手的這個被建議的選項嗎 那到時候我們民眾黨會商議嘛 會討論看誰去配對 不過是這樣啦 這條 常常是這樣啦 不用回答假設性的題目 他現在國民黨也沒有答應要比民調 好 好 最後一題囉 謝謝宜萱 想問一下主席 就是因為你剛才是說 國民黨現在就是拖字節 那距離就是登記已經剩下大概40天 那你覺得說 大概會拖到什麼時候 以及說你自己有沒有對蘭白河設一個底線跟市場 其實還是剛才講的那一句 其實要記住啊 人民是自主性的 這不是政黨領袖齊子一揮說 往東 大家就往東了 這個 這個 特別台灣 民主化到現在30年了 這不是那種 50年前你知道齁 里長啦 或什麼什麼 什麼 誰說 往哪一邊走 就往哪一邊走 所以老實講齁 還要這樣記住 這個人民才是 國家最後的主人 所以我覺得這樣 各方在算計的時候 還是要把這個考慮進去 台灣人民已經沒有辦法 像你想像的那樣處理 不太可能